請吳主委 主委請教一下日商的這個產品一直不降價 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從它的進口商去調查 到底有沒有聯合壟斷的這個現象 就是我們有去查 你是從下面的這個賣場查 還是從所謂的進口商來查 我們有從很多的方面去查 結果都沒有聯合壟斷 經銷商代理商等等的 進口商還有他的分公司子公司這個相關的 全部都沒有 我們盡量去查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發現 他們的降價的幅度不一 目前我們的確還沒有發現明顯的有聯合的 但是有逐漸在降了嗎 有的確是部分產品都有降 這部分你們要注意好不好 好那我再請那個主委跟部長 請管主委張部長 部長你認為我們的日圓貶值到什麼時候 是台灣可以承受的 繼續貶下去的話 你認為到目前為止你們應該覺得都還沒有什麼影響喔 有沒有影響到現在 對 事實上 其實我剛才有做說明啊 日圓貶值對我們 在進出口方面的影響事實上是非常有限 甚至我們在逆差都有減少的這個趨勢 你們看的很樂觀耶 在貿易的逆差 因為我們有一些產品是受賄 有一些是當然是受害 整體性來講目前差異不大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要看它是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零組件 有一些是從日本進口的 那部分呢對我們是有利的 但是有一些出口的當然也會有 現在日本過去跟台灣下的單 有沒有慢慢已經收回去日本自己做的現象了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這個機箱 沒有啊 那我跟你講大金目前就開始了 哪一個 大金啊 冷氣啊 大金啊 過去他可能會委託台灣代工啊 他現在發現啊 已經開始在收了齁最近 好這個我們可以去 所以我跟你講後來的那個力道 絕對是一直出來的 對因為我們 我希望說我們的經經會也好 我們的經濟部也好 能夠看得到問題 當然問題不會在這個時候就出來 他一定會在幾個月之後 但是我們身為做我們這個 最高的這個經濟首長 我想你們要把問題先找出來 我們的因應之道 你們要先去討論 我們我們 事實上受益的產業大概有二十幾個 那麼當然受害的產業有十幾個 影響最大呢 哪些產業 受益的產業 受益的產業不用講啦 那個人家就賺錢了嘛 受害產業啊 是我們該來救的 是 有益金的裝置 印刷電路 鋼鐵還有特殊功能的機械等 機械嘛 我再來跟你談就是機械嘛 過去台灣的強項嘛 但是就日本跟台灣來講 以他目前貶的狀況的話 我跟你講會更慘啦 本來就已經有點差異了 那這個行業的話 你們要用什麼方式再來幫他 我想 基本上啊 對於這個產業的問題啊 他這個涉及到層面很廣 尤其我們自己產業的結構 我們的那個競爭力的問題 不是一個單一的匯率 他的成本 對他成本就造成這個這個 決定性的影響 那就你們的專業你們認為 日圓扁到什麼時候台灣能夠承受 不能承受的到底在哪裡多少 部長你認為應該多少 你沒有 我沒有辦法回答 主委 人家產業都跟你講 扁到一百二台灣就完蛋了 產業就受不了啦 你們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還有很多產業會因為扁到一百二得利 剛剛講的匯率是利弊互建的是 所以 扁了 該死的就去死了 是這樣嗎 報告委員這個 任何一個這個產品的競爭力 好 最近台灣消費 最近台灣本身的消費 就很差了嘛對不對 我們沒有成長到預期的程度 但還沒有到很差 還沒有很差 所以還有繼續成長的空間 當然有 好 那過去日本客來台灣很多 最近這兩個月已經急劇降低了 上個月降了兩千 三月份降了兩千多 這個月又繼續降到四千多 因為日本人來到台灣現在不合算了 那針對這次我們台飛的事件 菲律賓這些即使說這些旅遊 旅遊業者概括承受 損失預估現在有七千萬的一個程度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 現在既然因為過去日本人來台灣消費能力是很強的 平均每個來的來的來的日本日本遊客至少消費都在五萬塊以上的一個消費 而且我們的台灣的觀光人潮也以日本為多過去 那現在日本客逐月減少來台灣 我們有沒有什麼政策能夠讓日本或者什麼補貼方式 讓日本客繼續來台灣消費 帶動我們基層的這個十一住行的產業 有沒有辦法 這個我想這一部分 我要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日本人到台灣來觀光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成長的市場 那麼我們過去比如說我在華航服務的時候 我們一個禮拜飛到幾乎要一到一百五十班飛機 台日的這個飛機 所以現階段這個可能比如說有有機會的影響 但是日本人到台灣的觀光是很有潛力的 所以我們在觀光活動那一部分 可是問題啊 你的狀況之下 目前三月份就少了兩千四啊 四月份就少了七千多人啊 其實日本人他的消費能力很強 就剛才講委員講的 所以日本人的那個 雖然日幣貶值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事實上台灣吸引日本人來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 可是數據會說話嘛 當然是吸引很多嘛 我們還可以繼續做一些促進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請你們要提醒你們策略快點去做啊 三月份少了兩千四百多人 四月份少了七千五百多人 這個部分 繼續貶下去勢必來的人更少啊 但是台灣現在逐漸去日本 日本的遊客是增多的啊 那這一部分日人來台減少的這個原因在哪裡啊 我覺得這個可能我們還跟有關單位在哪裡 這個要研究好不好 如果可以你們可以有什麼政策 把日客再帶進來 帶動台灣的消費也不錯啊 好不好加油啦齁 好謝謝王委員謝謝兩位首長 報告集群拿完畢 委員 簡東銘潘維剛 楊琼英 高志鵬 黃昭順 張家俊 江喜成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